這道客家餐廳一定會出現的招牌菜 薑絲炒大腸 在客家山哥並子哥裡就出現了 丈夫問懷孕的妻子愛吃什麼 妻子回答愛食 煮腸炒薑絲 歷史永久的料理 更是充分體現客家人的情景 客家菜最大的特點就是酸 開炒之前要先把大腸煮軟 煮熟 大腸在沸水中入鍋 加入米酒 薑片還有鹽 用中小火煮個40分鐘 撈起後放涼 將大腸切成小段 將嫩薑切成絲 紅辣椒切成段 蒜頭切成片 酸菜切成絲 量就備好了 熱鍋下油 下薑絲 蒜片 紅辣椒下去爆香 炒香後再加入酸菜絲 大腸段 黃豆醬 醬油 米酒翻炒 攪拌均勻後加入一點水燜煮 起鍋前加鹽 胡椒 檸檬汁 白醋翻炒後 大腸脆口 酸 爽 鮮蝦 一口煎一口 記者綜合報導